發生在下午兩點左右的基隆朝鯨公園路口 大規模土石崩落以外 有更多現場最細畫面陸續曝光 一位當時在現場的民眾 是拿著手機驚險邊逃跑邊拍攝 一起來看當時的驚險瞬間 透過畫面可以清楚看到 本來是只有小幅度的土石沖落 但才沒兩秒鐘的時間 整片邊播土石開始鬆動 民眾邊拍邊感覺狀況不對 是急忙往後要逃跑 這時就看見整片土石邊坡 大規模崩落在畫面正前方 拍攝民眾也因此經歷生死一瞬間 另一頭也有行車記錄器 拍下土石崩落瞬間 整台小貨車被推落邊坡的驚悚畫面 而畫面右方受到波及的 黃色機能車駕駛 也有現場協助脫褲的民眾 因此受傷 一起來聽Shot的訪問 搶救一個計程車司機 把他拉出來 他自己不會出來 他門卡死了 所以我就叫他把車窗搖下來 我有電瓶把那個窗戶搖下來 趕快爬出來 然後接著就把我太太拉出來 然後他也受傷 躺上那一邊 就是那位受比較重傷的那位先生 這邊脖子也受傷 他就直接就拉到長根醫院去了 我當時嚇到真的是不知所措 幾乎沒有任何反應 人都沒有 不知道怎麼去思考 任何下一步怎麼做 目前大規模土石崩落意外 從空外畫面也可以清楚看到 整片土石崩落是造成雙向道路因此中斷 還有車輛遭波及是停放在路旁 根據初步了解 造成一名41歲成性男子受到輕傷 警方在趕到現場之後 除了進行交通管制之外 也正在調查釐清是否還有車輛人員因此受困 在訪問前進行交通看 一定是用來為人士裁測 剛才進行交通管制之外 在訪問前進行交通時 其中間電車 這裡是用來的 絕緊